像是借一直以来 两极分化就较为严重 一种是保守派 一种是创新派 也就是所谓的主流和非主流 和主流冲突最多的 则是郭德纲带领的德云社了 经常会在段子和表演方式上产生分歧 可是有这么一位主流演员 他曾经差点成为郭德纲的师傅 就因为某种原因 让郭德纲吃了闭门羹 随后又在公共场合 痛批德云社的粉丝 理由则是 粉丝干扰的郑东相声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那么事实是真的如此吗 究竟是什么事情 会让保守派李金斗 讲出这样的断言呢 给观众带来无数欢笑的李金斗 却在晚年时深陷舆论中 让他一生轻欲有了污点 起脚洗出麻烦事 乍听起来让人难以置信 但李金斗就因为暗脚被敲诈了80万 2005年 一条新闻的出现震惊了所有人 李金斗酒后在洗浴中心被偷拍 并且被敲诈80万 此消息一出 引起了一片哗然 李金斗也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情发生在2004年 有一次 李金斗去到长春演出 演出结束后 吃了一顿饭 酒足饭饱后 李金斗又和朋友一起为当时的主办方 安排到一家洗浴中心去洗脚放松一下 没想到一年后 有人拿着这段视频威胁李金斗 要求他拿出80万了结此事 事情发生后 李金斗一脸懵圈 他记得洗完澡后 朋友给他找了个按摩小姐姐按脚 当时喝得太醉 根本不记得当时的场景 干没干别的事情 自己也说不清楚 后来他又询问了所有的朋友 根本什么事都没发生 按完脚之后 对方就走了 他没做任何违法乱记的事 但不管他自己如何解释 仍然阻挡不了留言的疯传 也有很多相声界的同事力挺他 江坤就相信李金斗 不会做出这种事 最近一次重新出现 是在相声研讨会上 诸多相声前辈们 想借此机会探讨一下相声未来的发展模式 没想到却成了德云社的批斗会 李金斗表示 如今的相声行业不可否认 粉丝对其影响非常巨大 但是这是行业的问题 受到粉丝影响 如今的相声不太纯洁 粉丝成了干扰正宗相声发展的重要因素 就比如前段时间闹得比较火的粉丝后援会 那时弄得秦潇贤也是极为尴尬 因为两边都是自己喜欢的粉丝 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劝阻 甚至一度在社交平台求救 由此可见 粉丝也是带有一定的反作用 但是这只是个别因素 若说粉丝们是阻止正宗相声发展 那就太过于绝对了 现在行规被破坏了 专业的职业道德教育没有 李金斗当年为何拒绝郭德纲的拜师请求 当初郭德纲刚离开天津北漂的时候 为了能尽快站稳脚跟 自然希望找到一位有名望的师父作为靠山 于是便想到了当时 作为八大相声大师之一的李金斗先生 可想的容易做起来难 据说当时因为杨志刚 并不承认郭德纲徒弟的身份 并且不允许郭德纲顶着他的旗号做事情 所以在得知郭德纲要拜师李金斗的时候 便悄悄让人怠话李金斗 之后结果自然是以李金斗拒绝郭德纲为图收场 并且还暗中劝解郭德纲 话里话外则都是 既然你拜了杨志刚为师 那就不要再想着拜其他的师父了 万分失望的郭德纲只能失落离去 也正是这次的闭门羹 让郭德纲遇到了侯耀文 也算是阴差阳错的好事了吧 但是也有另一个版本 便是李金斗鸭跟不知道郭德纲想拜试一试 不过真真假假倒也不重要了 在李金斗拒绝郭德纲不久之后 以曲协为代表地展开了一场反三俗会议 会议地点正是在李金斗的 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 此次会议郭德纲也参加了 并且三人还在会议上握手留念 但这张照片并没有让郭德纲融入这个集体 随后的媒体抵制 郭德纲事件更是闹得轰轰烈烈 并且此时的李金斗也不会想到 自己有一天也成为媒体所抵制的对象 2005年 一则李金斗在喜语中心嫖娼的新闻 一下吸引了大众的眼球 一位老艺术家的堕落 让一些营销号开始大做文章 一时间李金斗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处 事情还要从2004年说起 李金斗在去长春演出完之后 受朋友邀请去喜语中心 洗脚放松一下 但是因为当晚喝酒过多 李金斗只记得一位服务员给自己 洗完脚之后便昏昏睡去 却不曾想事情过去几个月之后 李金斗被一个电话搅乱了生活 电话那头称 有李金斗当时在长春嫖娼的视频 要求李金斗拿出80万销赃 忽然就把视频公布出去 这一下把李金斗说傻了 他赶紧询问好友发生了何事 在好友再三肯定之下 李金斗明白了自己遇到了诈骗犯 他一边稳住骗子 一边打电话报警 但是没想到 不久之后 骗子把所谓的视频公之于众 而当时 作为小友名气的相声演员来说 李金斗一下就成为了重视之地 不仅如此 就连当时任职的单位都表明 事情如果是真的一定严肃处理的 尽管后来事情查清楚犯人 也被警方缉拿归案 但是李金斗的名声也算是被糟蹋完了 江坤当时打电话澄清 李金斗先生当时是为了创作 所以去了洗浴场所 这话一出差点又让李金斗被大众嘲讽 不过好在李金斗也总算是洗刷了冤屈 也借此机会认清了世道的监控 是谁说的 是谁说的这个话 你们从哪儿如果能给我找出来 我们主流演出还送鸡蛋又送票的 有这种视频的 有这个证据的 你们把这个证据拿到我这儿来 我就拿着这个 我就得问问他们去 到底是谁 到底是谁 在这儿胡说八道 就是他说的 听过吗 听过这段吗 根本没有的事 我们从来就没发过鸡蛋 也没送过票 我们说送票 那都是我们去慰问演出去 那个票是不要钱的 那是组织 组织观众观看的 我们是属于慰问的性质的 那个不要钱 要命 猪杀没有红土为贵 前辈老师们都在的时候 也显不出过来 并不是郭德纲多好 是我们同行们衬托 大伙喜欢像 不管什么身份 多大年纪 他坐在那儿 他需要笑 他倾向着他高兴 哎呀太可笑了 在这个年代 时代发展社会在进步 人们很累 进了剧场三个小时 让你缓示一下 就足可以 我听出的这个理念 就是相声要强调 他的娱乐性 可能跟我们回去 某些同行是背道而驰的 他们更强调 思想性 艺术性 教育性 我觉得最主要是娱乐性 他只是相声 他只是一个 使人发笑的娱乐工具 如果说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能够悟到什么的话 那么是您自己的事情 我不能强加给你 这是不人性的 演员站在台上哭着喊 要教育观众 这是强奸民意 台下坐的几千人 有企业家 有文学家 有大师 有体育明星 有普通百姓 有熟 那么你两个说相声 凭什么你能教育了这数千人 这是残酷 你忘记自己哥们要干嘛呀 你要干嘛 忘了 主流向上界携手 马字的急了 开始质疑 天津市南开区 为什么让德云社 再开一家园子 而且质疑 天津为什么打造 哥尔徒文化 用德云社 怎么 不用德云社 还有你主子呀 人家不用德云社 用谁呀 反正不用主流 要不你再写一个 五问天津南开区 六问天津市政府 你说你一个沈阳人 现在都已经操心起 人家天津的城市规划来了 年前的时候 你操心天津卫视 演什么节目 现在操心天津的城市规划 我不知道屏幕前 有没有天津的朋友 您对这种一个沈阳人 天天这么操心天津人的事 有什么感想 评论局里告诉我 而且他还爱他人家郭老师 天天说我蹭德云社热度 马字的呀 你现在呀 才离不了德云社呢 怎么你这么想让郭老师 瞧你一眼呀 哎呦 原来你写这么多 黑德云社的文章 你就是为了想让郭老师 看你一眼呀 我的天哪 你早说呀 何必这么群怨进国呢 是不是呢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解怀的 关注我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精彩